基本上我们在做板件跟沙朗 就是以排餐的形式来做 煎牛排都是大火去煎 煎到两面上色 熟度的话我们会再将火力调小 宇温让它慢慢熟透到里面去 牛排在炙热的铁盘上煎得滋滋作响 红褐色外表散发诱人的香气 粉红软嫩多汁的肉质勾人食欲 加一点香草 这样它肉的味道就会有一个香草的香气 涂上一小块无盐奶油加上香料液 可以增添牛排的风味 这个特选的美国板件牛 肉质口感扎实多汁很有嚼劲 美国鲜嫩沙朗牛排油花分布均匀 香气浓郁口感Q弹 简单干煎就非常的美味 我们的牛肉是选用美国四大品牌之一 有别于其他品牌不同的是 他们不只提供优质的牛肉 也会倾听业者的需求 并且邀约业者参观工厂 适时地给予建议 以及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们的牛肉呢 从农场到餐桌 大约需要两到三年左右的时间 小牛前七个月 会陪着母牛喝木乳长大 然后断来后 会被放牧在改良的草场 或者是小古物的作物厂 生长着期在一岁以前 会长到450公斤 接着就会被带入市育场 做最后的育肥阶段 在大约半年的育肥阶段 每一只牛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被喂养大麦 小麦 玉米 黄豆等 大量高品质的古物 因为饮食均衡 饲养环境得宜 造就美国牛肉 独一无二的鲜嫩多汁 跟独特的风味 一开始是老董事长的 是在做海鲜的推广 到美国那边去 所以我们其实有机器的 也是因为亲戚在经济部 自己工作 所以知道牛肉自销 希望我们老董事长帮忙 分切代工 给一些家庭所购买 也是这样子 所以慢慢就拓展了牛肉事业 这家位于高雄的食品公司 在地生根一甲子 一路以来坚持优良肉品来源 赤赤上千万 设立现代化的低温仓厨 以及肉品加工厂 以专业和用心为品质把关 货柜到场之后 我们会拆卸 然后到码头之后 我们会电脑入库资料 然后再到我们 零到速度去的冷藏库保持 在这段期间 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 把货柜拆卸 我们每一柜都大概在 一个半小时会把它结束 从美国进口的牛肉拆箱之后 要先确认标签以及品项 仔细检查是否有破损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冷藏保存 牛肉的全程保鲜 意思就是说 我们牛肉从在国外的工厂 从屠宰 加工 入书 到台湾这段时间 是否都保持在零到四度C 那我们牛肉的保鲜方式 主要就是依靠我们的低温 来抑制细菌的繁殖 那真空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重袋可以防止牛肉跟空气接触 可以延迟它的氧化速度 还有细菌的增程 除了全程低温保鲜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分切之前还要先手工修除 多余的筋膜 我们牛肉在去筋膜的方式 表面会先用擦拭纸来擦干净 从背面先开始先去除它的薄膜 首先先挑出它的一小角 开始边拉边切 把膜慢慢地修起来 那所有的程序处理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翻回正面 然后把第一层的油脂先修掉 修掉以后呢 再修油脂下面的薄膜 修清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分切了 为了因应客户需求 他们提供客制化的裁切 另外也使用贴体包装技术 延长牛肉的保鲜度 贴体包装的技术呢 其实它是一种采用热搜膜的方式 把它进行包装 贴体蒜膜在加热后 它会直接覆干在牛肉的上面 然后再因牛肉形状贴合包覆 然后和硬质的下膜全驱来进行密封 使牛肉不受挤压及胃 但因保鲜的关系 所以里面呢是缺乏氧气的 像贴体包装会以传统的 扣板的保鲜膜 或是PP盒包装的落色 叫显微暗色 但是呢只要开封之后 就可以明显看出回色 贴体包装的优势在于 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提供极佳的阻隔以及保护 减少牛肉变质的状况发生 我们工厂有通过ISO22000 以及HACCP的双系统验证 确保我们食品从原料到制成 都受到严格的控管 我们平保把关的是 在于感官品质 金属检测 温度 维生物以及动物用药 每一块肉会通过金属检测 确保无金属异物的污染 温度的部分会进行 全程四度吸以下的冷藏链管理 经过严格把关的牛肉 消费者不但可以放心购买 还能简单做成餐桌上的美味料理 牛小排的话我切成骰子牛的形状 然后会用日式的酱烧 稍微做一些退煮 板件和沙朗牛肉 除了可以整块煎烤 也可以烧烤做成酱烤骰子牛 肉香搭配酱香层次丰富 美国牛肉的独特风味 经过层层把关 不但可以吃得美味安心 巧手也能变大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